但這個話題就很重要 我記得 我有時都看別人說話 看有報紙這樣那樣 但是沒有人提的 這個是歷史上最大的騙案 歷史上最大的騙案 我拿些事實跟你們說說 你們看一個題目 你都猜到我說什麼了 我們香港700萬裡面 我只是講了平均數 我就不喜歡去找一下蕭先生 你們去做一下計算去做一下 真的去查 不過這件事很難查 香港700萬人裏面 740萬人裏面 估計有300萬人在大陸有樓的 大陸有樓 我做的平均數 不要太囂張 一個樓人民幣算它300萬左右 不要說多 實際很多不只的 又不是一個人有時不是差一間樓的 有人差很多的 有些婦婆多到沒有眼睛 說值幾千億的 我們用一些平均數 就是大家用一些婆娜數 三百萬人 三百萬一個一樓 一樓 九萬億人民幣 九萬億人民幣等於多少錢呢 差不多等於一萬四千億美金 是香港儲備的四倍 我們現在香港的儲備是四倍 這就是香港人過去的三十年 不斷地買樓 買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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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寄錢進去 當然買的時候可能便宜一些 現在是貴一些 但是我講回今天的價值 300萬不算過份 300萬人民幣一個單位不算過份 成300萬個人 平均九萬億人民幣 拿不拿得出來 拿不出來 我最近都聽到 應該沒有人給我清楚 因為我前幾年拿過上海的樓買 錢出來的那種辛苦法 沒有限法想像的 只有我肯去打官司的 去上海 去紅橋機場那裡 有一間叫做中等法院 那裡是專門處理香港人的官司的 叫做上海中等法院 我去那裡 就被我告入了它 那法官就不想搞了那件事出來 就只是抓了我去管局 就是我去管理局 還有那間銀行 就是我用招商銀行 抓他們來 他們說你們想不想見譜 你們想不想輸了這個官司 如果你不想的話 你就趕快幫一下賢生 我們錢會出去香港 他們在玩東西 為什麼呢 那個壓度被那些權貴家族佔了 那我講回頭 這件事已經是很大的事 你想想香港人這麼大的一筆財富 我最重要的是 我的服務就是為香港人服務 不管你是藍絲黃絲 主要藍絲為主 香港人這麼大的一筆財富 基本上被你中共吞了 因為你買了樓 你匯不回這些錢出來 那變成了什麼呢 你就很過癮 可能300萬的樓 可能它平均 做平均100萬一個單位 變成300萬 那你就很過癮 那你就想著 分不分鐘那些是你的財產 那些是公仔資 不是真錢 差不多等於玩大富翁 它等你這麼過癮 樓價不斷升 不斷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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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人抬錢進去的 最多我們當然是廣東人 上海人又買了大輪 是吧 有些從港來來的移民 在北方又買 總之全世界全世界都買了 最多當然是廣東 是吧 那你說這件事多大 深圳不少樓是香港人的 九萬億人民幣 一萬三千億美金 我們的儲備差不多是四千億美金 差不多等於三至四倍我們的儲備 這筆錢呢 所有那些人呢 不知道有沒有人說的 完全沒有人說的 香港政府呢 就大大看不到 香港人的財產 在大陸出不回來 變成了公仔子 出不回來 那就沒有人說的 我最近聽到 有些婦婆 我看完這裡就看到 吃過一千億的樓 在大陸出不回來 那怎麼辦呢 人家也拼命想有辦法 真是出不回來 找不到銀行和你一門 地下錢莊呢 被習近平搞到七七八八 生到七七八八 他真是找人不斷抬 背包抬一些現金出來香港 然後找匯豐銀行呢 就上百百消化了他 匯豐銀行都很多這些人來找他 他有辦法 他可以有些人民幣 就是好像香港人 有些旅遊 自由行的人來到香港 今天拿一些人民幣 去找換 那些錢呢 包括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呢 應該有壓度的 每個月或者每日呢 可以和大陸那裏斷幾多港幣 這件事就是現在發生的事 有人說 咦 我們不如去大陸的金舖裏面 買些金器吧 然後打回來香港 就買了它 差不多行間呢 你不見了四成左右 就是同樣買那個金的價值 拿回來香港呢 這裏金舖收回 免得說名字了 你就知道哪幾間金舖了 大陸有分行的金舖 你到六成收貨 就是你那邊花了一百元 你到這裏變成六十元了 匯率那些我免得說了 那些都不是主題 總之呢 你就不見了四成 這件事反映什麼呢 就是反映實際呢 現在香港人民幣和港幣的匯率 實際人民幣的價值 起碼高估了 就是只是值 應該打個折扣 應該值 就是現在的價值 你拿 現在六點五多了 是吧 六點五對有什麼美金呢 就是實際應該呢 拿六點五除六成十 那個就是今時今日 在香港的匯率 如果你拿這個來做GDP的話呢 GDP的話呢 就是差不多十度了 因為美金當然要十個人民幣 所以我做GDP呢 中共就肯定不是第二 全世界不是第二 趕快日本排出去 可能還有幾間 可能德國都在折扣 所以呢 你看到什麼叫真的匯率 這個是比較真的 還沒有大量匯率 大量匯率 人民幣還要跌的 現在只不過人家買些金 在大陸買些金來香港賣掉 換回套現 那這件事呢 實際是一個 中共在香港人身上 一個很歷史上 從來沒有這麼大的騙案 騙你那幫人去大陸買地產 買很多人都 很少人真的回去住的 老實說 買了最後的錢就出不回來 每個人都不舒服 那報紙有沒有登 現在的報紙都已經控制了 香港政府又不會去保護我們了 不會去保護我們香港人的財產的 所以我告訴你 我不管誰去選特首 如果他說出聲 我去幫你們去爭取這筆錢回來 當然很難 中共都沒有這麼多外匯 就是它自己的外匯 已經有人認了頭了 不要管誰去爭取去換回 這些人實在是做特首 真的 這幫人 那幫選委 每個人都做了大集派 沒有一個不做的 越是跟大陸關係好的 那些筍盤 買了筍盤 全部都套下去了 那這些錢是很厲害的 我們香港人 當然自己覺得樓很值錢 加加賣賣 值多很多倍了 譬如七百多萬人 起碼六百多萬人有樓 那些成一百萬美金 一個都不得了 那裡是那件還那件 但是在大陸投資的地產 是驚人的 珠江山泊州 長海 杭州 蘇州 包括買台灣人 台灣人投資不少 台灣人在裡面 在大陸賺了很多很多錢 一躍會不翻出來 其他的就是少數 在加拿大 美國 英國那些華僑 在大陸投購樓 那些算是少數 加加賣賣都不少 加加賣賣都不小 我們香港如果有三百萬人 在大陸有樓 其他的國家 加加賣賣 在大陸買樓的 都差不多 我們全區都有 加加賣賣 都有幾十萬人 所以這個是巨型的騙案 他把你拉進去 過去的幾十 而且不斷升值 不斷留盤 那你以為做信者 還要有人介紹 要找誰 給我介紹 然後那些錢 就不斷會進去 現在全部出不回來 你試一下 我知道那些很有權勢的人 一些媽媽聲 真是 一喝眼淚 這樣支持中共 得到這樣的後果 這些 我不是很不明白 為什麼沒有人說 我有空 要找小生計算數 他可能給我的數學 就是他做的功課 給我做得好 可能那個數學 香港也不止的 還沒計算地產商 地產商是大陸的樓盤 這麼多城市的樓盤 而且那些是很漂亮的樓盤 那裡邊做了多少錢 有些是抬錢進去的 很大部分 因為上市公司 在香港圈錢很容易 他可能不需要借的 抬錢進去 那些錢怎麼出來 別人說李嘉誠走了 我都看過那些 他很多用公司的股票 海外公司的股票 就轉了 根本就不是整個這樣賣的 他轉了 你根本就在大陸那裡都不知道 你股票嘛 境外的股票 不是說大陸的股票 那些物業是用公司 來拿的 那公司裡面的股票 轉了給大家 他就走了 根本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但是現在你哪裏找人買的 所以人家說李嘉誠好東西 走得早 我非常之佩服 個個都捨不得的 好像我們那些 香港那些世炒家 以為還可以升 隨時李嘉誠拋出你的樓盤 那些人以為撿到樓盤 不少的 超人那些盤當然是樓盤 撿了 撿了的時候 好像撿到很樓盤 那些當然是最好的盤 直至現在都做了大閘閘 所以中共這個騙局 真的不是開玩笑 而我們香港人 我現在提到也沒有人提到 我突然發現這個題目 我就覺得很應該再講一講 中共欺騙了我們香港人 這麼多次 如果它將來現在設管了香港之後 你卻知道那幫人 現在拖拖拉拉不走 你們受到在香港的房屋 就是你香港的地產 個人也好 公司也好 大地產公司 就是落在哪個手裡 就是實質落在哪個手裡 又是落在中共手裡 它們有價值的 我真的問一下小先生統計一下 到底香港所有的房地產值多少錢 住宅 寫字樓 鋪圍 還有其它的 譬如工廠 台下什麼都好 計滿了 藥膜值多少錢 有的 應該要有多少建築面積就可以了 哪類成一成的藥膜數字 都可以計出來 這個真是驚人 這條數 所以就沒有人追究 大家要知道 如果我們可以消滅中共 又說消滅的人 又說什麼 這些我們才有機會 這些是拿回這樣的樓 拿回我們的財產 這些是我們個人公司 私產來的 才有機會拿回我們的私產 然後如果將來的中國 那個錢是可以自由匯入匯出的 不管什麼匯率都好 那些錢自有機會出回來 真是可以套回家 我一向都說 中國大陸就是一個賭場 就是一個賭場 你進去就拿真錢 換了籌碼 在那個賭場裏面 籌碼真是當錢小的 喝東西吃東西 給貼士 賭錢 他就讓你贏了 讓你贏到慶高采烈 大家開心 那些樓價是這樣的 就是讓你贏了 讓你贏到最後 你就很開心了 然後去那個鐵路 我都換了錢 找籌碼 換了一些現金 突然之間發現 咦? 我們要跟上面談談 當你要換真錢的時候 要離開賭場的時候 就問題出來了 問題出來了 哪些人換到錢呢? 那些權貴就不能換到錢了 所以為什麼那些權貴在全世界的首都 包括香港 那些豪宅他們買得到呢? 他們的人民幣 寫了一張條紙 它有額的 它有額的 它們就霸了那個額 它拿了人民幣 所以就換了外匯 換了外匯 現在外匯在全世界的城市 買一些豪宅 或者只是有一屆的投資 那他們就換到 我們這些普通的人呢 就換不到 就阿芝亞作了 你去銀行 銀行跟你說阿芝亞作 那些銀行又不愛面的 他說 是啊 我們有頭串問題 我都沒聽過銀行說自己有頭串問題 在別處說銀行說有頭串問題 就被人擠題 他就說有頭串問題 那你怎麼樣? 你拿它怎麼樣? 那我呢 就是唯一那個 就是他不讓我出去 一般來說 我不是炒樓 我是大陸 我只是自己住 不過都起了很多倍 買了之後呢 如果你五年內 只是唯一的 其中一個單位 你可以買了之後 就可以換回外匯出去 這個是上海的規矩 我不是很清楚 那個廣東的規矩 都是不上下的了 它是容許的 但是容許還容許 中共就沒有信用的 然後你真的去匯錢的時候 就搞你了 搞到你抽筋 現在有武漢病毒 更加不用進去 就是拖了 所以很多人 很多香港人 現在離開香港 他們在大陸都有樓的 當然想處理了它了 很久了 差不多要等共產黨倒了 你才有機會拿回錢 然後想說 將來是大灣區 這樣說 什麼大灣區 香港人不幫它搞大灣區 它哪裡搞出大灣區呢 搞來搞去 就是擴大深圳 是不是 擴大深圳 深圳這麼多年 它不是很肯去幫人 國內那些人有本 就是叫做 又自己顧自己 因為深圳不願意幫珠海的 深圳呢 那時候 你給我東莞 那我就去幫東莞 就是它這樣的思維 當然要 自己顧自己 它成績 就是業績 它業績好的 就是有信管 所以你說 講大灣區 哎呀 又是習近平 只有港幣 做不做到呢 現在整個經濟這麼弱 根本做不到